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姐,今天為大家介紹這個GNM的新聞 就是這個 救夥伴技能上條,宇宙玩石吸手在戰鬥 可能官方這個怕以前的卡就是沒人用 所以把這些舊時代的卡片呢 就是能力都有大幅提升 那到底是不是大幅提升呢?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那這裡看到裡面的卡呢 都是一些什麼 不是10抽的啊 不然就是一些很廢的地獄集啊 或者是很廢的雙周啊 或者是很廢的地獄集卡片啊 或者是比較廢的一些系列 不過裡面居然有陰 還有這個孫策還有夏爾敦這些三國的大獎 還有一些討伐卡片 我們這邊看一下齁 通過過往與召喚師一同並肩做愛的眾多什麼角色 好啊我們直接看 粉多終聖的技能的部分 他這個隊伍技增加齁 原本的話他是要綁水光 現在不用綁水光 另外呢隊伍技有減傷效果齁 他只要消除4或以上連擊 有4combo以上的話會減少35%所受傷害 這樣子的話讓水光隊呢 就是可以再多一個隊伍可以玩 不過我覺得他應該也不可能比優住來強啊 所以 算是有變強一點點啦 另外他的技能就是減CD齁 原本他的技能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算在光人盾裡面或光隊裡面都很好用 那原本CD是9有點長 那現在變成CD9變成CD8齁 算是有變強一點點齁 比較好用一點 那天貓的部分呢 隊長技本來是沒有倍化生命的 現在是有生命 不過倍化多少我們看一下齁 呃 全獸隊成員的話可以死 全的生命提升1.2倍 就不如小補齁 那每消除3種以上服食的時候呢 原本是掉暗獸族服食 現在變成強化齁 多一個強化服食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減少技能CD齁 就是如果以他當隊長戰友 隊伍中只有暗屬性獸類 也就是大家所說的暗獸隊齁 因為天貓就是暗獸隊的隊長嘛 因為他是 他會掉這個暗獸族強化服食 所以最好是全隊獸比較好 全隊暗獸比較好 那進入關卡的時候 所有技能 所有技能-2 雖然不是太多啦 但是我覺得也是不錯啦 不過我覺得他還是不會有人玩 那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三隻齁 這三隻應該是大家比較注意的 主動技的話 手回合轉化妖族服食 因為大家知道陰的技能 其實有點 有點激熱齁 因為他 開技的話下回合才有用 所以 所以他這個變成手回合轉化妖族服食的話 可以讓你 呃 去解除一些像鎖定珠啊 會比較好用這樣子 我覺得是 不錯的 然後再來的話 夏威爾敦 是隊長技的 倍率齁 指定條件之後的倍率有1.5 提升到1.8倍 然後主動技能還能添加了陣陣攻擊力2.5倍的持續效果 然後我看一下 我覺得 雖然說有提升倍率啊 但是我覺得他的問題不是在於倍率 是這個 生存力的部分 還有他的 呃 使用性上沒有那麼好用 所以我覺得 也還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 孫策 孫策我覺得這一次改動是 我覺得影響最大的 對長技的部分呢 因為孫策他4消嘛 所以常常會有這個 場面上3顆星珠結果 會造成卡星的問題 那現在就是改動 變成星浮石2消 只要2顆星 就可以 發動消除 我覺得這個是把孫策 呃 呃 威力我覺得 實用性大幅提升啊 真的 然後呢 另外其他隊伍中 其他屬性兼具水浮的效果 之前好像是提升 之前是兼具25%的樣子 現在提升到35% 所以導致他的傷害 應該會再提升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一張卡 算是 呃 提升最受到矚目的吧 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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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侯盾我覺得還好 那音跟孫策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這兩隻 比較沒能用的卡片 就是 藍彩盒跟 這隻傻 其實我已經忘了齁 呃 何仙菇齁 從來沒有用過 技能上調 主動技轉化水光 強化符石 齁原本可能是 水 水光符石吧 那變水光強化 那可能特殊關卡 才會用得到這張卡 另外呢 何仙菇的話呢 隊武技 隊長技3個巴仙 原本我記得是要4個巴仙 現在是變成3個巴仙 然後主動技的話 神功倍率提升齁 齁 齁對之前是4個巴仙 才可以 才有倍率 現在變成只要3個就可以了 然後 主動技能中的神足攻擊力 有1.8提升至2倍 就稍稍提升啦 不過我覺得還是不會有人玩 畢竟現在獵人跟 右擺就太強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16.0版本角色CD調整 齁他所謂的大幅提升可能就是 除了上面的這些卡以外呢 其他就是把CD變短 那本作裝飾就是CD9變CD8 呃遊俠這個 CD10變CD6 喔這個 減少蠻多的喔 我覺得如果說 關卡裡面有很多高防怪的話 高防滴血怪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用的 那 光遊的話 CD10變CD6 這個也蠻好用的 畢竟他是 直接把你的血量全部補滿 暗遊的話 CD15變CD12 這個現在應該用不太到啦 所以這張卡 就還好 那這個是之前的討伐 我記得 這個是 那個遊俠王的樣子 CD10變CD8 不過這樣用不太到啦 那海豚座的話 不管他變多少 我都不會想用他 然後 稻草移者 這個 這些都是一些 雙周副本啦 說 他們的技能 本來就不是非常的實用 就還好 那我們看一下 比較重要 然後像羅伯特 他的技能的話呢 是 我記得是敲三種 屬性5 3倍功喔 但是那個時候 出來的時候 CD12非常非常的長 但是現在的話呢 他變成CD8之後 我覺得是 還OK喔 CD8的3倍功 那隻女流浪這個 雖然 趕成CD6 但是他技能滿就廢了 所以其實沒什麼用 琴鳴的話 CD10變CD8 呃 我覺得CD8 目前還是太 太 太長了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些都是 討伐戰的卡 瑤姬排珠的話 是從CD8變CD6 拿姆的話 從CD8變CD6 阿修羅王 CD10變CD8 709算是這些卡裡面 實用性比較高的齁 因為他可以這個 閃避 CD12變CD10 我覺得這個是 算是都有改動啦 比較強 不過這些卡呢 我是覺得 他本來就是 有必要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特殊關卡 才用得到 所以我覺得 不管有沒有改CD 其實會用就是會用 我覺得這個 不過 剛才CD減短是比較好 沒錯啦 那這一個 這一個 這些改動呢 會在 16.0版本的時候呢 就是這次去實裝 那大家到時候 就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覺得這一次 改動的話呢 等一下 他這邊想到說 遊俠系列 齁 如果用 灰王騎士 施放這個 五星同源 念的時候呢 遊俠系列成員的 主動技能CD再減少2 就是可能要BUFF 遊俠隊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 因為獵人跟幽助 的關係齁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是 比較少人會去玩這個 那這一次的亮點呢 我覺得就是 鷹跟孫策 主要是孫策 會比較好一點 好 就心不會再卡心 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幫我訂閱 右下角就幫我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